1995年6月7日 一代高僧宣公上人 于美国洛杉矶元祭 逝寿78岁 会更据与人天同碑 法界佛教总会四众弟子 锦衣师一训 各道场举行念诵大方广佛华言经 念佛法会49天 于长堤圣寺 举行入殓大典一令至万佛圣城 与万佛圣城举行追思大会 既涂皮大典 上人生史 既不要名 也不要立 临终一言亦复如是 我走后你们可以诵华言经 念佛 你们要多少天就多少天 或者一个七 或者七个七 火化之后 把我的骨灰撒到虚空去 旁的事情我什么也不要 不要给我造什么塔 什么纪念馆 我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 走的时候 还是什么也不要 在世上我不要留什么痕迹 宣化上人以紫摩金身安详事迹 其缘济后身子通体紫色 满脸紫经 只有修佛的大成就者 才会有此威德庄严 据说中国只有六祖会能和宣化上人 两人得此圆满瑞相 紫摩经 金子带有红色 是人间最纯净纯足的真经 是经过无量结膜才会有的 善导大师说 诸佛欲显常住不便之下 是固献金色身 佛的悲心是普令往生者 得到如佛般的真金色身 光亮洁净 令人见而生喜 1995年7月28日 上人法体在万佛城涂皮 连续焚烧十小时后 得各色色粒四千多颗 宣化上人涉粒主要是以玉化骨涉粒为主 有部分宝石涉粒和器官涉粒 上人生前遗愿 就是涂皮后将涉粒分散给世界各地信徒 让佛法在世界各地得以转播 上人缘济以后烧出 多达四千多颗涉粒子 足见他一生是不达半句妄语的 后于万佛城上空洒骨灰后 又有人地上捡到涉粒者 何计有净万颗涉粒 宣化上人开示涉粒子 是人修行持戒而有的 不杀生 不偷盗 主要是不邪淫 因为不邪淫 则自己本身宝贵的东西 不会丢了 那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 相信每个人自己都知道 什么东西是自己生命的根本 不需要说太多 如果没有谐淫的行为 涉粒子自然会光明灿烂 比钻石都坚固 至于一般人说涉粒一个变两个 那是一般人有这种说法 我因为没有读过化学 做过实验 没有试验过涉粒子是什么样子 没有这个经验 只能告诉你守戒律就有涉粒子 不守戒律就没有 这不可以冒充 不可以假戒的 这是我所知道的 所以重要的话在于持戒律 据宣化上人开始 白色的乃是古涉粒黑色的 乃是发涉粒赤色的 乃是肉涉粒 又涉粒有两种 一为全身涉粒 如多宝佛涉粒 二为碎身涉粒 如是加牟尼佛之涉粒 又有生身涉粒和法身涉粒二种 生身涉粒是由界定会所熏修 法身涉粒是一切经卷 宣化上人的幻化之躯 虽已世纪多年 可是上人却在长寂光图 始终关注一切众生 也从未离开过一切有缘众生 就像观音菩萨一样有感则音 随缘视线 当上人在涅槃前视线病重 众多弟子跟随去了医院 突然有一阵子上人的心电图 显示没有了脉动 有的上人弟子十分焦急 问另一位上人弟子 是不是上人已经走了 这位弟子却肯定地说三分钟后就会有心跳 果然三分钟后心电图就有了显示 后来这位弟子告诉我 这不是什么神通 而是宣化上人亲口告诉他的 上人就在旁边 笑嘻嘻地看弟子们呢 上人还对他说 我就要看看 我的这些弟子什么反应 一位法师谈起上人事迹多年 但不断视线的事 他跟我说了一些真人真事的例子 可以增加对各位 对上人或学佛的信仰 特地在此与各位分享 上人常在法会中出现 法师说 看得到的人 都能看到宣化上人经常在法会上出现 看大家是否用功 而且这是现在的事 而不是几年前的事 事实上 我听到一位万佛城的师兄说 在宣化上人的土皮大典上 所有弟子都哭得死去活来 心里极难过时 这也就包括我 有修行的较好的上人弟子 看到上人在会场走来走去 像个淘气小孩一样看大家的反应 他老人家还笑嘻嘻的 嘴上还带笑容脸 简单讲 上人参加自己的葬礼 而且整个仪式从头看到尾 一刻不缺席 法师说 通常看得到上人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修行的特好 心很静的人可以看到上人 另一种是真的遇上麻烦时 要求上人加持帮忙的人 也可看到上人 我说 虽然我也很想见见上人 但我这两种人都不是 所以还是把机会 留给真正需要上人的人吧 上人为信徒指导万佛城的路 今年一 二月间 一位太太 在旧金山的书店想找华盐经 但书店没有卖 才走出店就有一位老和尚 站在门口很和蔼可亲地告诉她 她可以到旧金山以北的万佛城去请经 并给她万佛城的网址 这位太太回家之后就上网去看 一上网就看到上人的照片 她认出就是当初在书店门口 跟她讲话的老和尚 后来这位太太 到万佛城去请经书时提起此事 并问她 能否见一见老和尚 这时她才知道 老和尚已是几多年 宣化上人的一生都在讲经的路上 她特别重视颤提波罗蜜 也就是忍辱自持 忍饥 忍渴 忍困 忍苦 这才是修持上的增上缘 关于修行和修道 宣化上人说 修行就是要养桌 桌就是很笨的意思 修行要越笨越好 笨得什么也不知 一点妄想也无 上人视线放蒙山之后的食物可以吃 今年三月左右 万佛城有一些法师到香港办法会 有一位别的道场来的居士 也来帮忙 她从没见过上人 这位女居士在别的道场的习惯是 因为放蒙山的食物是给鬼道众生 所以仪式之后全部道掉 然而宣化上人特别指示过 放蒙山的食物道掉太可惜 是浪费 所以要吃掉 这位信徒颇不以为然 嘴里一直念此事 后来法会中有惊醒的部分 这位信徒 突然看到一位老和尚 在他面前正面出现 全身放光 还看他 他不知道是谁 后来惊醒走到供桌旁 而供桌上有上人的照片 他认出来了 才知道是宣化上人出现给他看 后来 他跟大家把放蒙山的食物给吃了 这位信徒领库